武神主宰 第五千六百六十四章 吹什么牛逼 作者 按摩师 也就是说 此时他们一行人 等于是被留在了虚空天地的半路上 可谓是进退两难 大人 咱们现在怎么办 玉龙大帝紧张道 着急什么 秦晨神色淡定 宁神看向天际 只是皱眉沉思 莫非你早就猜到他会这么做 魔力忽然沉声说道 魔力这才惊醒过来 从感知到死灵国度遭到攻击 到宁木瑶离开这里 秦晨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根本不符合他的性格 连自己先前都能感觉到不对劲 急忙出手拦截宁木瑶 秦晨这么聪明的人 会想不到宁木瑶 要将他们留在这里 可秦晨先前 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除了他早有预料之外 魔力已经想不到别的可能了 秦晨看了眼魔力 眯着眼睛道 此人自从知晓我等身份后 太过友善了 若真有死灵长河本源 你觉得此人会如此轻易 让我等前往 魔力愣住 的确 宁木瑶一开始的态度 和后面的态度 反差太大了 就算是认为他们不是敌人 可也不至于一下子 就把他们往自己的老巢 最核心的地方去吧 表面上说 是为了弄清楚 冥藏大地的目的 可这也太相信他们了 魔力皱眉道 你的意思是 对方先前所说的 都是骗我们的 冥藏大地 他们进攻 这死灵国度 也是假的 不对 魔力摇头 抬头看向死灵国度天际 先前那声音 动静 的确像是死灵国度 遭到了攻击 不像是假的 当然不是假的 秦晨眯着眼睛 看着天际之上 不但是冥藏大地来了 我也感知到了 幽冥大地的气息 他们应该都来了 魔力顿时一惊 幽冥大地 真和五岳冥帝 还有那 冥藏大地 联手了 难道是这家伙 出卖了我们 秦晨冷笑道 不像 幽冥大地这家伙 城府极深 岂会如此 轻易就出卖我们 去和那五岳冥帝 等人联手 当初他陨落 可是五岳冥帝 搞的鬼 以他的性格 能忍 那 魔力不明白了 忍不住皱眉沉思起来 或许是发生了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秦晨难难道 而且 那冥藏大地 之所以胆敢带着 五岳冥帝 他们前来 可能还真与我们有关 这一点上 那宁木瑶 先前或许没说错 还的确是我们 给他死灵国度 带来了危险 你的意思是 那冥藏大地 故意暴露我们 好给他进攻 死灵国度的机会 魔力若有所思 他也是极其聪明之人 一开始 或许还没想清楚 可现在却是 渐渐明白过来了 我明白了 魔力眯着眼睛道 如果那宁木瑶 先前说的 没骗我们的话 冥藏大地 在你进入冥界的第一时间 就已经发现了 你和幽冥大地 而他之所以 不敢进攻死灵国度 是因为生怕 被五岳冥帝 他们发现端倪 可如果他是 以你的名义 通知五岳冥帝 他们的话 那就有了 进攻死灵国度的由头 毕竟 让一尊杨奸人 进入到死灵国度 这样的地方 对于冥界的一些 顶级大地而言 绝对无法接受 如此 他甚至还可以 把五岳冥帝他们 当成打手 让他们来出手 说到这 魔力脸色顿时无比难看 这名藏大地 好险恶的用心 这是故意 把我等和那些死灵 捆绑在一起 如此 甚至还可以 让幽冥大地 失去大意 必须和我等决恋 看来这就是那幽冥大地 故意放我等 进入此地的目的 怕是不止那么简单 秦晨眯着眼睛道 魔力一惊 怎么说 秦晨冷笑 他布局那么久 若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早就可以有 其他办法替代 这应该只是 他的目的之一 此人必然还有 其他目的 魔力倒吸一口冷气 若如此的话 我们必须阻止此人 他看了眼四周 脸色顿时 变得极其难看 现在他们被困此地 进退两难 连离开这里的办法 都没有 还怎么阻止对方 不对 秦晨你故意留在这里 是不是有办法 魔力豁然看向秦晨 那宁木瑶将我们困在这里 无非是想有足够的时间 弄清楚 我们真正的来历 不过他恐怕想不到 这虚空气息 并不能困住我们 秦晨笑着道 魔力惊愕看着秦晨 不能困住我们 你是说笑笑姑娘 这种小事 还需要一个小姑娘 替我们出头 秦晨不懈看了眼魔力 本少自己 就能做到 魔力 你自己就能做到 吹什么牛逼 就看到秦晨眼眸冷漠 体内本源 末地流转而出 下一刻 他擒出逆杀神剑 整个人竟然 静止朝着前方的 虚空气息掠去 你不要命了 魔力脸色大变 玉龙大帝 和小龙他们也是大惊 然而此刻的秦晨 已然跨入到了 那虚空气息之中 呼 刹那间 一道道的虚无气息 已然化作 锋利的刀锋一般 凌乱地从秦晨身体划过 可能是因为宁木瑶 担心秦晨他们冒险的缘故 所以 在这空地外围的 虚空气息 都极其细微 并没有一开始 斩断秦晨的那种 恐怖的大型虚空气息 都是一些 细如牛毛的 虚空气息 可即便是这些 细如牛毛的 细微虚空气息 在掠过秦晨的身体的时候 顿时发出一道道细密的 扑扑扑扑之声 仅仅是一瞬间而已 秦晨整个人 已然成为了一个血人 而他的一甲 也是在一瞬间 被撕裂的七零八落 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 只是这次 当这些细微虚空气息 在撕裂他的肌肤 要往他身体中 更深的地方渗透的时候 秦晨的体表 竟是形成了一道 淡黑色的气息 这淡黑色的 护体气息一出现 一股浓郁的 沙翼气息便弥漫开来 四周细微的虚空气息 便如同沙尘暴一般 噼里啪啦地打在了 这一道淡淡的黑色护照之上 而秦晨自己的肉身 则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愈合了起来 沙翼之力 这淡黑色护照一出现 魔力就已经感知出来了 这竟然是死海中 最浓郁的沙翼之力 凝聚出来的沙翼护照 此刻的秦晨 手持逆沙神剑 提表沙翼护照流转 它是在借用 逆沙神剑中的沙翼力量 来抵挡着虚空气息 逆沙神剑 乃是当年逆沙神帝的神兵 而这死海之力 则是逆沙神帝陨落后的 本源气息所化 先前宁木瑶曾说过 这四周的虚空气息 是死灵长河的核心本源中 蕴含的一缕名神气息所化 从古至今 整个冥界之中 根本无人能抵挡 明神的力量 而逆沙神帝是 唯一一个 能和明神交手的强者 所以 秦晨的打算 就是用自己掌控的 沙翼之力 和逆沙神剑之力 来抵抗这虚空气息 秦晨凝聚了全部沙翼 在体表 形成的淡黑色护照 虽然抵挡住 这虚空气息的攻击 但仅仅是抵抗了一瞬间 就在一阵细微的清响之后 被这不断打来的虚空气息 给撕裂开来 小神 住我 秦晨一声立合 轰的一声 逆沙神剑中 陡然爆发出来一股恐怖的沙翼 那一座灰红的羽翼宫殿 竟是轻轻地颤动起来 与此同时 秦晨体表的淡黑色沙翼护照 竟是自动开始缓缓修复起来 秦晨见状顿时大喜 自己的猜测 果然是真的 逆沙神帝的力量 果然能和这虚空气息对抗 虽然自己领悟和得到的 逆沙神帝之力极其细微 但毕竟 是曾经一尊神帝的本源气息 用来杀敌极难 可用来抵抗这虚空气息 在小神的帮助下 却并非无法做到 只是不等 秦晨心中的惊喜落下 扑斥一声 他体表的淡黑色沙翼护照 已然被撕裂开一个窝口 当这窝口出现的瞬间 秦晨体表暴露出来的地方 顷刻间血肉模糊 甚至看到了无数筋膜血肉 一丝丝的虚空气息 疯狂朝他的身体中袭去 来得好 秦晨眼神猙獰 竟是任由那虚空气息 涌入他的体内 而他自己 则是先将杀意护照补充完好 这才去抵挡体内的 这股虚空气息 只是这虚空气息 太难抵挡了 且根本无法控制 在秦晨的身体中 顿时横冲直撞 哼 雷霆之力 轰的一声 秦晨体内无尽雷光游走起来 当秦晨体内的雷霆力量 与那虚空气息碰撞的时候 双方瞬间彼此湮灭 而那虚空气息最本源的 力量也是在雷霆之力下 暴露了出来 一股宛若诞生自 冥界远古的恐怖气息 在秦晨体内 直接涌现而出 秦晨强忍着剧痛 一边利用雷霆之力 抵挡虚空气息的入侵 引导着虚空气息淬炼自己的肉身 一边疯狂感悟着虚空气息的力量 并且试着去控制他体内 那一丝稀薄的虚空气息 只是这虚空气息的本源极其可怕 即便是被雷霆之力 直接暴露了出来 以秦晨的天赋 想要将其感悟掌控 也不是简单就能做到的事情 咔嚓一声 秦晨上处于感悟之中 突然一道碎裂之声响起 他那杀意护照之上 再度出现了一道祸口 这一次四周的虚空气息 似乎感知到了这里的不对劲 立刻蜂拥一般地挤压了过来 一股笔之之前多上数倍的虚空气息 沿着祸口 再度涌入秦晨体内 扑的一声 这一次 秦晨肉身当场就炸开了 被虚空气息入侵的地方 鲜血淋漓 身可见骨 本章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